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中共的历史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中共党魁之间也是一样,不是你时就是我活 今天咱们就跟大家来谈一下历届中共党魁的暗杀历史 前中共党魁胡锦涛签署主席令解密五线档案内容 包括中共已故的党政军领导人遭暗杀的事件 其中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 邓小平曾经遭暗杀七次 咱们再来看一下胡锦涛执政的时候 胡锦涛是遭遇了两次暗杀 在2007年10月2号上海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在上海开幕 胡锦涛是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的开幕 胡锦涛是住在上海的西郊宾馆 但是保卫部门在胡锦涛下塔的上海西郊宾馆地下车库内 发现在食品装用车的司机坐垫下的 常有2.5公斤装有定时器的烈性炸药 有香港媒体报道说上海是坚涛民的老巢 从刺杀动机来看 应该是属于坚涛民的死党这一派人马做的 还有一次发生在黄海震惊世界的黄海磨杀案 在2009年的4月23号 中共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多国海上阅兵活动 在青岛海域举行 来自29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 14国海军20艘舰艇会计黄海 在阅兵开始之前 胡锦涛得到密报 坚涛民的人马准备在23号早上9点开始阅兵时 在14国海军舰艇的面前赤裸裸的把胡锦涛击毙 搞个震惊世界的黄海磨杀案 最后这个磨杀案也是失败了 胡锦涛是突然改变计划 先会见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 同时派军中心腹兼企图弑军的海军舰体光兵搞定 在一切搞定后 胡锦涛身穿西服开始了阅兵 尽管胡锦涛当时看的是没什么事情 但他无法压抑自己的怒火 当时胡锦涛阅兵招手质疑时 脸上每块肌肉都是紧绷绷的 站在他身边的第一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行军礼时 他这个手是瑟瑟发抖 就是怕的要死 因为这也是江泽民他们搞的一次谋杀 这个政治暗杀和阴谋发生在中共政界并触及到高层 中共领导人多有暗杀这个遇险的经历 据官方解密邓小平遭遇七次暗杀 胡锦涛遭遇三次暗杀 习近平接班后更被暗杀多次 王岐山更是被称遭遇27次暗杀 那么习近平到底遭遇多少次暗杀呢 据《动线》杂志2014年得到中共高层的消息说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的两个月 也就是2012年的9月中旬 以中共总书记身份到河北石家庄考察时遭遇冷谦暗杀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军委书记 据说呢遭遇了16次暗杀以上 其中北京就有4次 包括到市委市政府考察部门工作的时候呢 也遭遇这个险些被暗杀 有消息说啊 除此之外习近平在郑州 这个武汉 福州 济南 青岛等大城市呢 还遭遇过5次暗杀 而从已经侦破的案情获知呢 5次暗杀全是内部人雇凶作案 还有据香港媒体报道 在2012年周永康呢 至少两次试图暗杀习近平 一次是在会议时放这个定时炸弹 另一次呢 是趁习近平在3011院做体检时呢 打毒针 2012年的8月初举行的 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期间 周永康认为末日来临 于是呢 是孤诸一字 策划暗杀 在19大前 再有这个香港媒体披露 习近平18大接班前呢 突然消失十多天 这个事件呢 很多外界就是怀疑是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等这个中共党内的野心家 阻止习近平接班 这个秘密策划暗杀习近平 这是在早期发生的啊 此外呢 在2014年的4月30号 乌鲁木齐火车站 发生恐怖爆炸案 也有媒体报道说呢 是为了暗杀习近平 2015年的8月12号 天津大爆炸 也曾被称呢 是为暗杀习近平 为谁而制造的恐怖袭击 2017年的12月26号 自由时报报道说 习近平一度 险遭放在北京大会堂的 炸药暗杀 不过炸药被提前发现而移除 后来被证实是军方高层所为 还有大家还记得吗 房峰辉和这个张延 因政变被捕 最后呢 张延是被自杀 这些都是跟暗杀习近平是有关系的 当时的报道还说呢 从北京301医院知情者获悉啊 习近平确实到301医院就医 但不是急救 他因为长期的精神紧张 导致这个消化道功能呢 使错乱 引发这个腹痛进行检查治疗 原因很可能是跟他遭遇数次暗杀有关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早期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英国灵媒欧珠拉 他看到了一些可怕的景象 其中包括一名男性世界领导人张奥莎 他不知道那是谁 但感受到这件事情对全世界造成冲击 他希望这不是真的 那么以前咱们也跟大家谈过 世界级的领导人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拜登 目前来讲啊 拜登是这个美国总统 再一个就是习近平 那么从中共的这个杀人历史来看 这个中共领导人经常有被暗杀的先例 那么在习近平呢 是以前是躲过了很多节了 那么为什么躲过呢 有很多人就说啊 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 是在这个清除很多这个中共的贪官 或者说他自己的政敌也好吧 当时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开明派 或者老百姓也看到了 习近平有可能会解体中共 让这个中国走向民主自由 目前现在来看的几乎已经不可能 因为人是会变的 而这个时间也是会变的 那么你以前躲过的这些劫难 是因为你可能呢 在那个时候神还给你机会 那么你可能能夺过那个劫难 那么现在接下来 2021年这个大劫难很难夺过了 我猜测啊 我个人猜测只有两个领导人 一个就是美国 一个就是中国 不可能还有别的国家 那么到底会是谁呢 我觉得两个人都有可能 今天呢 咱们是跟大家分享了 中共历史上那些党魁被暗杀的过程 其实在美国也有这个根子魔咒啊 所以到底是谁咱们不知道 我相信在2021年将会有大事发生 我是启明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